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分析一下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今天的战场呢,主要集中在了凯明西克到库班区域,还有巴赫木特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战场上一些新的消息 我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是在凯明西克方向 乌克兰宣布正式他解放了帕特克哈特这个区域 帕特克哈特呢,我们在前两天已经说过 这个区域被乌克兰拿下 但一直没有相应的视频或者照片出来 后面呢,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照片 视频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约定的频道去取一下 我把链接到时候给大家发一下 在热烈比扬基方向呢 目前似乎还在进行争夺 没有正式的消息出来 卢科维的消息证明前两日的消息不太准 俄军没有放弃这个区域 还在这个区域在进行坚守 乌军可能再进行相应的进攻吧 这个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啊 没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 另外在帕特克哈特的南侧啊 据说击落了卡52武装支撑机 但是呢,我想目前呢 他主要是这个武装支撑机啊 可能是在额控的一侧啊 离的前线比较远 所以也没有相信的视频和照片 或者被击落的残骸的一些信息啊 都没有 我们发现在南部前线啊 击落的这几架卡52都是有消息啊 没有照片和图像啊 这证明他还是可能更贴近于俄方控制这一侧 在库班这个区域呢 新安德里伊夫卡被俄军啊空袭了 但是到底是用导弹空袭 还是航空炸弹呢 这个并没有明确的信息出来 呃,乌军是从新达尼利夫卡方向啊 在向他的西南方向进行进攻啊 也就是科帕尼这个方向啊 罗伯纪涅的西侧啊 在罗伯纪涅其他方向的小托克马西卡这个 这个区域呢 并没有明确的啊消息出来 我们看呢 这是乌军占领这个村镇的相关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啊 应该是有他具体的这个地理信息出来啊 这是像有有人的把这个相关他拍照的这个后头啊 他们进行了一下核对啊 这个他所处置的这个建筑物啊 就是这个标记的建筑物啊 还有很多这个其他辅助的一些照片 我就不放了啊 那个分析起来又花时间 我们说在他前头一侧呢 我们说在啊热比连呃热列比阳基这个方向呢啊 双方大概差了两公里左右吧 应该也不太远了 所以在这个区域啊 很快我觉得应该也有相相应的结果出了 好 这是在啊卡绵西克啊到库班区域的大致情况 我们看一下呢 有啊有博主呢 是在网上把从托克马克啊 一直到啊前线的这个俄军啊防御公社给大家做了一张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有龙牙有这个防坦克豪 而且他是有多层啊 有些地段是有多层的 啊他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走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你看可以看到他是有多层防御体系出来 啊一直到波洛波洛伊啊 前段时间有人留言啊说波洛伊已经被乌克兰拿下了实际上没那么容易 因为波洛伊啊你仔细观察一下 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镇子啊 相对来说呃如果说能拿下来的话呃肯定会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报道啊 现在没有相关信息那肯定是还是在俄军控制之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波洛伊的面积就是比较大 他正对着狐狸埃博勒 从波洛伊下来大家大家可以看一眼啊 大概经历了几个地儿了 刚才啊就是塔拉西夫卡啊 罗马尼夫西克啊 到这个奥切 列图瓦杰 然后托克马克啊 这就是他中间经过几个镇子啊 相应的攻势 前头啊就大家有个概念吧 就是前头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坚固的攻势啊 乌军在进攻罗伯纪涅的时候实际上还没触及到这条防线 所以我们就知道后面的战斗实际上非常的艰苦啊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呃 乌军如果暂停进攻你也可以理解啊 这是我们在这个方向看到的大致的情况 我们再看在巴默木特方向呢 是乌军主要进攻了南北两翼啊 尤其是南翼的克里西伊夫卡啊 据说进展比较多啊 目前看呢是越过了水渠啊 正在向东推进 实际上呢在巴默木特方向 他乌军的进攻啊 有个明显特点 就是说他是平行推进啊 并没有拿下某个村庄啊 只把控制区域扩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吧 这种阵地的支撑力度啊相对就比较低 但是我们把这些点大家连起来 可以大家你大致能感觉出来有一个什么现象出来 就是说乌军在逐渐的把双方的控制线拉平 在过去呢南北两翼是更靠近西侧 也就是说是俄罗斯的进攻方向啊 现在乌军是反过来啊 从这两个方向往回推 这样的话你就为未来你进攻巴默木特做好一个基础 对吧 你要如果要是想重新拿回巴默木特 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南北两翼进行包抄啊 三面包围这个巴默木特 然后你再进攻城区 对吧 或者说你你最好能全都包围 切断对方的补给那是最好的啊 所以南北两翼是进攻重点 这是肯定的啊 但是现在的控制线呢 就是如图所示啊 我觉得还没有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最近的马克龙宣布了美 这个法国和意大利合作 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也就是SAMPT啊 它使用的弹体呢 是ASTER-30 ASTER-30大家查一下这个弹体啊 你能明天感觉这个导弹比较大啊 比较长啊 它是射程是达到了120公里 正好能弥补霍克式防空导弹的缺陷啊 霍克式防空导弹是射程是40公里 而且从目前看 如果法国援助这一款防空系统的话 那也就是预示着乌克兰手里的SAM-300 确实数量越来越少啊 因为被毁换的也相对的比较多 我们曾经说过 法国啊 在这次援武当中呢 是几个大国当中相对来说不积极的 我就说他如果长期的不积极的援助的话 他可能逐渐的会被边缘化 啊 我们可以看下这几个大国啊 实际上大家是相互有比较的 对吧 你看在陆军进攻上 这个从坦克方面来讲 德国是援助了鲍二 呃 英国援助了挑战者 呃 法国援助的 AMX呃 这个10 他相对来说啊 就档次就比人低了一级 呃 这个自行火炮呢 法国援助的是凯撒啊 我不说性能不好啊 就是说 他本身啊 这种凯撒就防护性就差 你看他相对于PZH2000和AS90那两款都履带式的啊 相对来说防护性就好成本肯定也相对的更高一些啊 法国是援助什么东西都比人低一个档次 而且英国还援助了啊 这个啊 这个风暴阴影啊 德国呢 有可能也有提供相似的东西啊 另外德国还提供了装甲车等等啊 德国呢 是更大啊 现在是排在援助的第二位 他数量更大 呃 我们就说这几个大国当中啊 法国总是在相同类型的东西里头啊 比人落后一点啊 啊 这个防空系统呢 所以也是做一个相应的弥补吧 毕竟这个 德国 德国已经援助了IRST啊 英国是 这个援助了星光 啊 虽然都不是同样类型的啊 但是在防空系统上大家都给了啊 法国所以现在也开始给一套啊 这个中长城的防空系统 我觉得认为对于乌克兰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啊 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表现 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从这飞机上掉有掉落的东西啊 在这个 这是直升机的副油箱啊 所以我们说 把这个 这段再给大家稍微放一下啊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 你看掉下了副油箱 这个副油箱在被抛弃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向上被风吹了一下 把这个卡52的垂直尾翼给打坏了 所以大家你就 当然了这个卡52最终是飞回机的 但是我就说啊 在这个 武装直升机在设计的时候啊 他是有一定问题的 就说 啊 什么时候丢弃这个副油箱 你应该有相应的操作规范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从设计上来讲 就应该尽量避免 这副油箱能飘起来 把自己的 垂直尾翼给打坏 啊 所以在做东西的时候呢 还是要细致啊 否则你说这个啊 飞行员情何以堪言 就是说正常词 或者说你就明确如何去操作啊 怎么投这个副油箱啊 怎么看风速之类的 好 今天呢 这这段呢 我们就先看到这吧 我们直接跳过去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是乌克兰发布的昨日的防空结果啊 打掉了打掉了四个四枚 这个口径巡航导弹和四架 自杀式无人机啊 是百分之百的击落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 就是说 这个法国援助了防空系统 实际上防空系统 现在看一看来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未来呢 新的系统的进入 肯定对乌克兰是有帮助的 我们看啊 这是刚才那架武装直升机啊 它的垂直尾翼 在落地后检查的一个情况 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呢 跟大家分享到这